继续focus 通膨的压力让各国的执政者 面对民怨的直接冲击 而美国拜登的感受可能更深 他高龄79岁 白宫连任之路 现在就已经变得非常崎岖 新年又做了一个民调 在民主党的选民里面 竟然有7成5这么高的一个比例 希望民主党2024 不要再提拜登去寻求连任了 换换别人 只有25%支持拜登 再继续连任 二月做的时候 情况比这个好 现在已经掉了20个百分点 而川普在这个时候 突然变得非常活跃 他重返美国首府华盛顿 发表造势演说 55%的共和党选民 也不希望再看到川普出马 确诊新冠肺炎的美国总统拜登 经过多天治疗已经好多了 但他的连任之路却每况愈下 继两周前的纽约时报民调 CNN最新民调也显示 拜登所属的民主党 或倾向民主党的选民 高达75% 希望党2024 提名拜登以外的人选总统 高于12月的51% 仅25%的民主党选民 希望79岁的拜登竞选第二任 是自1978年 寻求连任的前总统卡特以来 最惨数字 拜登支持率持续在三成左右徘徊 大多数美国人对经济状态都不满意 通膨率不断冲高 消费者信心则是连续三个月下滑 希望其他人代表党竞选的民主党选民 24%说因为不认为拜登可以胜选 32%则是不希望他继续执政 拜登连任之路充满荆棘 潜在对手 前任的川普则开始启动竞选模式 离开白宫18个月后 川普正式宣告回来了 卸任后首次返回华盛顿特区 对几乎等同为他创立的智库 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发表演说 不过第一件事 还是继续重复他的选举谎言 川普这场政策演说 大多聚焦法制 批美国暴力犯罪上升 但讽刺的是 他可能不记得一年半前的1月6号 他如何放任报名冲入美国国会 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 六周一连八场调查国会暴动的停诊会 对川普来说还是有伤 根据路透社民调 40%的共和党人认为 川普至少必须负一部分责任 高于六周前的33% CN民调则显示 55%的共和党选民 希望党2024提名川普以外的总统候选人 这天川普没有直接宣布竞选连任 不过主办的智库是由川普时代的 前官员和盟友组成 被视为待命中的政府 一旦川普要再选且胜选 可迅速移往白宫西乡办公 但川普要代表共和党出征 恐怕还没那么容易 他过去的副手前副总统潘斯 同样在试水温 选择跟川普同一天 在华府发表演说 上周五两人才分别在亚利桑那州 为打对台的候选人站台 究竟意味浓厚 不过2024共和党 与其说是川普和潘斯之争 其实更多恐怕是川普 对上党内明日之心 43岁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提斯 他这几个月 以扩大佛州以外的社群广告 开始悄悄地为全国竞选铺路 TV新闻组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